大家好,我是超子 饭店的水煮鱼为什么好吃 自己在家里面做总是做不好 今天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片鱼片,清洗鱼片,鱼片上浆 以及烹饪中的一些小技巧 干货满满,建议大家收藏 看完视频以后保证您做水煮鱼不再翻车 味道不熟饭店 首先准备一条2斤半到3斤左右的草鱼 提前让老板娘杀好 把肚子里面的血线跟黑膜清洗干净 这两个部位特别腥 清洗干净以后开始改刀 在鱼尾处开刀,顺着鱼脊椎骨片开 新手片鱼的时候可以垫一块毛巾 防止伤到手 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侧的鱼肉片下来 鱼尾巴鱼脐剁掉不要 鱼骨头用刀的后半部分剁成小块 鱼头里面的牙齿抠出来不要 这个部位同样很腥 将鱼头一分为2,这样煮的时候更容易煮熟 鱼胸骨顺着鱼刺片下来 把鱼胸骨同样做成小块 然后我们片鱼片 左手压住鱼肉 右手持刀45度角 把鱼肉片成厚点的薄片 最后一片鱼肉藕断丝连 不要片断 呈胡蝶形状 片好的鱼片鱼骨倒入盆中 放入少许盐 加入清水 用手揉搓清洗 放盐可以有效地把鱼的粘液洗下来 经过清洗以后的鱼片非常的透亮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去腥 千万不能少 鱼头鱼骨头同样清洗干净 洗好的鱼片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用干净的毛巾洗干水分 水分彻底洗干 鱼片才会容易上浆 处理好以后放入盆中 放入少许盐 白胡椒粉 少许姜汁或者料酒 单手打入一个蛋清 只要蛋清 不要蛋黄 用手抓拌均匀 把鱼片抓至发粘 准备少许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吸附性比较强 不容易脱浆 加入一点清水 把淀粉卸开 没有红薯淀粉的 也可以用生粉 也就是土豆淀粉 再次用我干净的小手抓拌均匀 最后放一点植物油 鱼片就浆好了 鱼头鱼骨清洗干净以后 控干水分 再次放入盆中 放入少许葱姜 料酒 少许盐 用手抓拌均匀 稍微腌制一会儿 再准备一下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豆芽白菜油脉都可以 放一点老板最爱吃的豆腐皮 切成长条 再准备少许姜片 葱段 少许泡椒 大蒜拍晕剁碎 剁成蒜末 干辣椒段 少许青花椒增加麻味 红花椒增加香味 辣椒麻椒花椒 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洗掉灰尘和杂质 洗好以后控水备用 经过清洗辣椒也不容易炸糊 起锅做水放入一勺盐 放入准备好的豆芽 豆腐皮焯水 开锅以后煮一分钟 捞出 控水以后放入盆中垫底 另起锅放入一勺料油 放入辣椒段 花椒麻椒 葱 姜 泡椒 把所有的小料爆出香味 放入两小勺干锅酱 没有干锅酱的同学 可以放入一点豆瓣酱 还有一小块火锅底料 炒出香味以后 放入鱼头鱼骨稍微煎一下 料酒 洋锅边淋入去腥 放入少许蒸鱼豉油 或者普通生抽 加入温水 放温水做出来鱼肉不腥 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提鲜中和味道 胡椒粉去腥增香 开大火烧开锅 撇去浮沫 在锅中煮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以后 放入少许鸡精提鲜 把鱼骨捞出来垫底 下鱼片的时候 开小火 这样不容易脱姜 放入姜好的鱼片 摆好队形 一片一片的下 全部放进去以后 再改开大火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再次开锅以后 煮十几秒钟就熟了 煮好的鱼片放入盆中 按照我的方法 浆的鱼片 非常的滑嫩鲜美 倒入煮鱼肉的圆汤 放入准备好的蒜末 少许白芝麻 另起锅 放一勺料油 放入半勺红油 油热以后 放入辣椒 麻椒 花椒 炒出香味以后 浇在鱼肉上面 撕一下 香味就出来了 最后撒少许 迷人的小葱花 一道麻辣鲜香的水煮鱼片 就做好了 鱼肉 扣弹爽滑 一点腥味也没有 按照我的方法做 不好吃 您提着鱼来找我 学会的朋友给抄子点个赞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